今天好站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萬代的景品啊 GG系列的小橘 萬代GG系列的海賊王的小橘啊 算是一個我覺得GG系列蠻特別的一個存在 他是男生 但他長得太像女生 所以被做了一個GG 萬譜 欸萬代也很奇怪 他這個系列 我一直在等那個 大盒啊 但大盒的景品好像 平價的這種萬譜的很少 應該 雖然沒有到沒有啊 因為我也介紹過 但是真的 很像GG系列反而還沒推啊 我覺得 有那麼一點特別啊 一般來講不是 會很少就推出來 但他這一個系列沒有 他推的很慢 然後這一個是算是異色版啊 是白色版本啊 跟他原本穿橘色 那個算是黃色衣服在一樣 然後他配件也非常多啊 身體分成兩個部分啊 然後刀子是另外給的 頭髮跟腳架是這樣子 分成三個 分成五個部分啊 然後拆 這一組售價非常便宜 大概 大概 200塊有找 我有看到 我那天有看到賣99 在那個社團賣99 那個真的有點驚人 我想說 賣社團99 他等於要賠200多塊 可能 可能他 這一組他可能叫太多吧 我覺得啦 然後身體 我也有動 結果沒有啊 這個還是要剪開 身體先合體 我現在才發現他身體 這個也不 他這個 盒子 盒子上是白色 但實際上 這不算白色 他有點像米色啦 然後刀子 首先拿掉 刀子是直接 刀子 其實 其實 欸等一下喔 其實頭髮 真的沒有裝馬尾的時候 我覺得也還蠻好看的 有點像羅賓 頭髮還是先裝上去好了 正面 刀子那時候是怎麼裝的 直接 直接套 我現在發現 GG真的好像 萬普真的 好像很少出 大盒的精品 雖然現在有那個 他的狗狗型態 那是狗 對 好 不對 套錯 應該手 我知道套錯 應該 算起來實際上 是 這邊 這裡 手指夠軟 這樣子 套完 側面這樣 正面 這邊有點 異色 有點可惜 我覺得白色 反而比較好看 因為他的菊花的樣式 反而比較明顯 後面這樣子 上面這樣 底部 我覺得白色比黃色好看 那腳架的部分 腳架到底是裝 腳架應該是裝在左腳 可是我覺得他的 腳架 這個系列 GG系列的腳架 都沒有很穩 有點可惜 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到 有沒有 應該是右腳 應該是右腳 正面這樣 GG的 海賊王GG的 小橘 側面 上面 底部 底部給他一個特型 GG系列的異類 怎麼會推出一個男生 GG反而好像都還沒出去推大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